现代启示录 带您看见台湾新思路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曾伟 欢迎收看现代启示录 自古以来 只要是右主继位 先帝多半会留下辅政大臣 如何平衡彼此之间的关系 可以说是成为 英明君主的一道口题 像是司马懿和敖拜 他们都曾经临驾皇帝之上 在汉武帝晚年爆发了污谷之祸 原本的太子刘俊几乎被灭族 原本的接班布局全毁 汉武帝想了一个补救的办法 就是由四位老臣 辅佐将来的小皇帝 其中一位是西汉名将 获去病的弟弟霍光 他对汉武帝相当的忠诚 性格也十分的谨慎小心 但是汉武帝可能万万没有想到 在他离世之后 短短十几年期间 霍光就经历了三朝皇帝 还摇身一变成为能够 影响费力的全城 甚至有地下皇帝的称号 请看资深记者蔡真如 郑文德的深度报道 汉武帝晚年爆发五谷之祸 为太子留聚遭到奸臣诬陷 诅咒父亲 他在百口莫辩的情况下 只好被迫起兵 这下汉武帝更是认为 太子意图谋犯 朕久兵不约 原来都是因为朕的好皇儿 朕几次饶你 你居然如此打逆不斗 那么等到这个巫谷案结束之后 汉武帝很快就发觉 这个施衣庄呢 政治阴谋 完全是一些个宁臣 要扳倒这个太子留聚 所以汉武帝很快就后悔了 汉武帝即使后悔也为时已晚 皇后魏子夫以及太子一脉 不是自尽救世遭到下狱诛杀 这场莫名其妙的谋反仓促落幕 最尴尬的除了皇帝就是霍光 他不只是汉武帝相当信任的进城 更被视为为皇后一党 因为他们霍氏家族呢 出了一个名叫 就是他同父异母的哥哥霍去病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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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姨母 就是汉武帝的皇后 魏皇后魏子夫 那么魏子夫的弟弟呢 又是汉武帝这一朝呢 征讨匈奴方面呢 立下了汉马功劳的大将军魏亲 霍光跟着哥哥入朝为官 或许就是有至曾关系 加上他皮肤白皙 五官端正 是当时有名的美男子 因此相当受到汉武帝喜爱 让霍光侍奉左右 出入恭敬 即使在霍去病二十三岁英年早逝之后 霍光依旧受到汉武帝宠信 又是一箭啊 什么一箭啊 替太子喊冤的折子呗 等待会儿霍光大夫来了 要不要对他通报一事 霍大夫是那么谨小慎微的人 他有胆量向陛下那儿递吗 你怎么知道他谨小慎微 你不信啊 一会儿他来了你就可以看到 他准从这里进门 到这里转个弯 走过来 在这儿站住然后问 都有什么可以给皇上看的 霍去病死后 霍光被提拔为奉居都位 跟在皇帝身边 出入恭敬达二十余年 未曾犯错 据说霍光每次上朝前 在殿门的立足点 连一尺一寸都没变过 那么霍光这种沉静淡定的态度 其实对汉武帝来说 他会有一种吃了尽心玩的感觉 都有什么可以给皇上看的 乌骨之祸后 汉武帝接班布局全毁 仅剩的三个儿子之中 老三燕王流淡野心勃勃 老四广陵王刘虚是个无脑猛男 唯一的选择就只剩最小的儿子 刘芙琳 此时刘芙琳只有七岁 但勾异夫人却正值青春年华 汉武帝担心太子年幼 未来会被太后掌权 于是随意安了个罪名 将勾异夫人执行 不 给我借一下灵了 不费 给我借一下灵了 不费 太子殿下灵了 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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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边就很奇怪啊 皇上不对啊 你立了这个刘芙琳当太子 那勾异夫人应该跟他享福才对啊 汉武帝讲的不对 有一个旅后的例子在前面 勾异夫人年纪又轻 儿子又小 武壮祖少 汉武帝为了帝国的长治久安费尽心机 比起后宫干政 他更信任前朝大臣 尤其是跟在他身边二十多年的霍光 虽然疏读不多 但是未曾犯错 显然相当可靠 当然汉武帝呢希望说霍光呢能够以这个过去西周的周公为榜样 所以呢就曾经呢给霍光看一幅图 此话所讲的正是周朝的故事 画上这位跪对着孩子的人叫周公诞 旁边这位是周公 他们都是周武王的大臣 正当中的这个孩子就是承王 就是当年的这个周承王他是十三岁即位 那么这时候还是个小孩嘛 所以周公呢 鸡蛋就曾经背着周承王去面见诸侯 但是周公诞呢非常了不起的一点是 七年之后 当这个周承王成年之后 那么周公就归正给承王 汉武帝也间接地告诉霍光 我们要把你当外人 希望你把他当自己的外甥 或自己儿子来看待 好好辅助我儿子 汉武帝除了希望霍光尽心尽力 也是在提醒他将来刘弗林成年后 既得归正 汉武帝更另外安排了三位辅政大臣 金蜜堤 上官杰 桑弘扬 宛如朝廷的四根顶梁柱 缺一不可 霍光做事谨慎 掌理内政可以稳定中求成长 金蜜堤极为忠心 匈奴王子的身份 有利于稳定对外的关系 上官结成打过仗 军事问题交给他没问题 桑弘扬擅长理财 可以稳定国家经济发展 这几个人工作不一样 背后的势力也不一样 但正好就形成一个 互相平衡前置的态势 大司马 朕从此把佛林和深厚之士都托付给你了 你就是汉朝的周公 霍光从邦汉武帝开车的司机 一跃成为府城之首大司马大将军 西元前87年 汉武帝驾崩 年仅八岁的刘弗林继位为汉周帝 他平时起居 由年长的姐姐二义长公主照顾 前朝正式由府镇大臣处理 大汉朝廷进入一段稳定的蜜月期 你嫁到上官家 你公共上官杰对你如何呀 女儿有霍家必应 一切都很顺利 那么霍光呢 他这个时候跟这个上官家族是 可以说紧密地结合 因为毕竟呢 上官杰的儿子上官安 就是霍光的女婿嘛 而且呢 他们很快地也就生了一个女儿 这个女儿 我们不知道名字 就叫上官氏 爷爷 静儿 来来来 让爷爷抱抱 爷爷 好乖 西元前86年 汉朝帝即位才不过一年 车记将军精密地病逝 四根柱子少了一根 上官杰开始蠢蠢欲动 因为基本上霍光 他是一开始起家 是靠他的哥哥获去病 霍光他本身在学士素养上 他是比不上其他的 汉武帝朝中的这些个文官武将的 所以上官杰一开始呢 是看不起霍光的 霍家现在在皇上心中的地位远胜于我们 而各分王也纷纷表示信服霍光 这还是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但是呢 现在霍光竟成为四位辅政大臣之首 所以呢这个上官家族想要争权夺利 上官安的这个小女儿 这个时候据说才五岁多 就把她送入内宫 成为汉朝邑的皇后 这件事对霍家上官家来说都是好事 想必霍光也会乐见其成 没想到唯一敢跳出来反对的人 就是霍光 但霍光听的时候 却以双方年纪都太小为由 拒绝了 但真的只是因为年纪太小吗 真实的理由是 一旦此事成功 三官家将会成为名副其实的外妻 可以跟自己争权 有一件事我必须要提醒你 就是莲儿 莲儿她虽说是 懂孝顺明大义的好孩子 但她毕竟是火光之女 关键只是她站在哪一边很难讲 被拒绝的三官姐 并没有放弃哦 她们找上长公主的情夫丁外仁帮忙 对她说 如果你能说服长公主 让我们家孙女当上皇后 未来一定给你加官进学 上官杰顺利把孙女送进宫当皇后 但是她为了答谢恶意长公主相助 引发的后续效应却是余波荡漾 所以当时这个上官家族 就为丁外仁要争取封关 可是霍光站在维护设计 维护国家的法计 霍光是全力反对 霍光说丁外仁既无军功 他又不姓刘 他为什么要成为光露大夫 为什么要把他封为侯爵 没有道理 皇上 臣的话 臣的话您听到了吗 皇上 您必须按臣说的做 皇上 霍光坚决反对为丁外仁封决 得罪了恶意长公主 也得罪了上官家族 和武帝安排的托股大臣渐渐分裂 就连原本相安无事的桑红阳 也在西元前81年的严帖会议中 和霍光翻脸 虽然结果的时候 桑红阳的理论跟他的政策 没有什么改动 只是改动起的 但毕竟有人看到了 桑红阳不可一世的情况 被霍光改变了 所以大家觉得风向一样变了 霍光可能 这时候开始做一点 掌握权势的一个迹象 大司马的建议极好 此法可柔性压制豪族 也可解决流民的问题 所谓上下周详十分周全 汉昭帝的四位府城 从原本的平衡状态 演变到霍光一党独大 中间只过了短短的六年 从此以后 霍光得到汉昭帝的全面信任 得以独揽大权 他休养生习 鼓励农业大赦天下 对外改采和亲政策 让汉武帝时期 因为穷兵独武所好空的国力 渐渐的恢复 为昭宣之志奠定了基础 不过朝廷内部反倒是四分五裂 甚至还组成了反霍光联盟 民语官让道 反教唆手下 当街殴打朝廷官员 上官节桑红阳 恶意长公主 还有一心想当皇帝的燕王流淡 组成反霍光联盟 他们趁着霍光休假 诬陷他谋反 只要能够成功铲除他 流淡的皇位再也没有阻碍 这是欺人太称 现在那些市井九四传畅了什么 今有霍家奴 姓逢明子多 倚仗将军是 调笑九家胡 胡够了 所有的人都在等皇帝反映 但汉昭帝却把昼章按下 不作商议 笃定霍光无罪 说霍光就是忠诚 这个燕王他的封地在 燕就是在河北季县 距离我们长安是十万八千里 他怎么会知道你要造反啊 他怎么会知道你在你的家中的布局啊 这明明就是捏造 年轻的汉州帝展现了过人的智慧 以及对霍光百分之百的信任 甚至还下令谁再污蔑绝不宽待 反霍光联盟一计不成又生一计 改由恶意长公主摆下鸿门眼 因为这个反霍光集团 几个重要人物觉得 我动地方军队或者什么 污奈霍光都没有用的 干脆福利抽薪 把霍光骗来杀掉 杀完之后呢 就把他优利的这个汉朝帝废掉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掌握这个 这个汉朝政局了 可是这毕竟名不正名不顺 所以这件事情呢 消息走漏了 那消息走漏大家都可以想到 结果是什么 董哥将杰冰能够 莫雪出城 关城门 关城门 这场行动史称原奉政变 还没开始就势机败露 反而给了霍光清醒 政敌的大好机会 恶意长公主燕王榴弹被逼自尽 桑红阳以及上官杰父子遭到诛杀 但霍光联盟就死了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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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原奉政变后 上官杰一家被诛灭 上官皇后由于年幼没有参与 逃过一劫 现在已经没有上官家的外亲势力 而上官皇后就只剩 霍光外孙女的身份 所以霍光就把手伸到后宫 等于说希望汉昭帝呢 不要去专宠其他的妃嫔 就是专宠皇后就好 在宫里我们毕竟还有小妹呢 小妹至今仍未与皇上圆房 皇后虽然尊贵 却一直未有所出 所以也得不到皇上的重视 原奉政变后霍光独揽大全 她的手从前朝伸到后宫 发明了一种囤衣叫做穷裤 说是现代的后宫女子衣着曝露 举止轻挑 不利于皇帝的龙体健康 所以让嫔妃都穿上穷裤 因为以前没有拉链 也没有松紧带 也没有扣子嘛 所以你这个衣服的系 都是用袋子嘛 所谓衣不懈戴嘛 那这个穷裤是穷人穿的 他必须用那个袋子系得很紧 才不会露馅嘛 所以穷人穿的裤子呢 穿脱特别不方便 正式要让皇帝兴志一来 也没办法顺利宠幸后宫嫔妃 而整个后宫之中 只有上官皇后不穿屯衣 所以皇帝要在第一时间找人灵性 就只能找上官皇后 不见了 我也不见了 像皇帝不见了 今天就想把杀众羞做出 为了避免汉州帝 林姓嫔妃 她费尽心思 只可惜上官皇后 直到汉州帝病重 都没能生下一儿伴侣 因为她的后宫生活 被那个霍光给掌握了 她可能郁郁寡欢 本来汉州帝 按照记载是一个很高大的男子 身体也不错 怎么没有几年之间 三五年之间 就这突然之间挂掉了 所以大家认为说可能霍光 让她心情郁郁不得志 抛上 抛上 抛上最近 怎么会时常感觉晕眩呢 可能是真的没有睡好 还是的 记住 此事不要宣扬出去 因为大臣 诸多揣测 第一种说法是 昭帝便秘 因九敦后突然站起来 脑溢血而死 那由于死因不太体面嘛 因此出现了阴谋论 七月前七十四年 汉州帝驾崩 年仅二十一岁 离他家官才过一年 眼看旧药清正 却突然病逝 这个时间点难免起人一斗 那也很多的拜官也许说 是不是霍光把他堵死了 其实不太可能啊 因为霍光还指望着自己的外孙女 为汉昭帝生下一个皇室 他干嘛去堵死这个汉昭帝 那至于说霍光的集团 他的手下会不会做这种事情 这个很难说 其实汉昭帝是一个身高 超过一百九十公分 身体强健的壮汉 所以他年纪轻轻突然崩世 才会引起许多的传闻 不管他是真的 因病过世 还是霍光集团的人按捺不住 这都导致一个后果 那就是霍光的权势 会到达空前绝后的地步 不过后代的史学家 对他的施政还是相当的肯定 包括了唐太宗以及司马光 都称赞他功在社稷 但是在他接下来 却是以大臣的身份费力皇帝 甚至在短短二十七天之内 就换了两个皇帝 霍光就是迷失在 权力美妙的滋味里了吗 现在当务之急 是必须让新帝登基 这样才能下招 池远皆有公主 这个汉武帝 他在世的儿子 当这个汉昭帝驾崩之后 那因为燕王流弹 已经自杀了嘛 他只剩下就是 汉昭帝的四哥刘旭 难道真的要让 无恼猛男 广陵王刘旭 来继承皇位吗 这时候他已经连过半百 对霍光来说 年龄辈分都不对 万一他上尉该怎么控制他 王爷叔对 既然经走了我的猎物 那就当我爱犬的食物吧 王爷叔对 去 那还有霍光的另外一个事情 刘旭是汉昭帝的哥哥 那现在汉昭帝死了 那霍光的外孙女 那个上官皇后 就变成太后了 那刘旭来了变成什么 刘旭来的话 这个上官皇后变成弟妹 他的身份就降结了 霍光一下子说 刘旭的母亲生前不得宠 一下子又说 他的哥哥刘旦造反 指定要从汉武帝的孙辈挑选 最后选中昌义王刘鹤 表面上的原因竟然是 他的祖母李夫人 曾经是汉武帝最爱 昌义王回封地以后 状况如何 整日喝酒玩乐 跟以前没有两样 若是心地不理正事 对我们比较有利吧 因为霍光选参与刘鹤的原因 很简单 第一个他年纪轻 年纪轻可能没有什么 政治上的帮忙 他比较好控制 而且没有党余 第二个是最重要的 刘鹤的行为不减 可能心智没有完全发展 可能是公子哥什么的 请娘娘以太后的名义下旨 命昌义王刘鹤即刻尽情奔丧 其他的事老臣自会处理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霍光就发了一封这个诏书 就给这个昌义王刘鹤 就说你赶快进京来 那进京来的理由 没有说让他继位 进京来为昌迪为你的叔叔呢 主持国伤 昌义王刘鹤一听到这个好消息 带了两百个情信随众 浩浩荡荡直奔京城 拼命赶路半天之内 跑了六七十公里 一路上都是被他累死的马 而且这个昌义王刘鹤 他很兴奋嘛 他知道这个到长安 除了主持桑礼之外 大概就是继承这个皇位 所以他一路就吃喝玩乐 买特产啊 然后甚至还抢女人啊 按照礼法 应该是远远看到长安城就要哭伤 可是当理官提醒他要哭伤之时 由赫却回说 我喉咙痛 没办法哭 所以一行人士直到来到 未央攻冬阙 再不哭就来不及了 刘鹤才按照礼仪哭伤 皇上驾崩了 皇位都还没到手 刘鹤就眼都不眼 他大闹汉昭帝灵堂 不去夜见汉高祖刘邦的陵墓 反而准备了非常丰盛的 太劳三身之礼 祭拜自己的亲身父亲刘伯 不成体统 不合礼法 霍光都忍了下来 没想到刘鹤登机之后 更是得寸进尺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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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疯了吗 你睁开眼睛看开一下到底是谁 更让护光不能接受的是 他甚至想对上官婚后进行染指 上官婚当时年纪也不是很大 十几十的小女孩而已 所以说这个年纪也相仿 如果染指下去的话 那霍光当时更难控制刘鹤的 所以当时霍光就明白了 这个刘鹤其实心中有别的想法 满朝的文武 都期待您的指示 朕自有分寸 劳大司马费心了 朕还想跟娘娘聊些提己的话 大司马 你可以先离开了 老臣就先告退了 老臣就先告退了 他问这个田野年说 我如果以下费上 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历史啊 因为霍光读书不多嘛 那田野年就说有啊 比如说商朝的依影就废掉太甲 然后自己执政三年 直到太甲毁过自新之后 所以如果你现在废掉这样一个 暴虐无道的新军 其实你是造福天下万年 义影当年废掉太甲 获得朝野之时 霍光也想如法炮制 后代用行依惑之事 来形容全城摄政费力皇帝 没想到这回要废掉荒唐皇帝 大臣的反应却是出乎意料 那这个时候田野年是拿着武器上电 而且威胁大臣们说 大家要支持霍光的做法 所以大臣们虽然说很惊讶 但是没有人敢讲话啊 诗书记载群臣听到要废掉刘鹤 都惊恶失色莫感发言 但唯唯而已 这就是成语大惊失色的由来 如果刘鹤真的这么荒唐 那么众大臣们怎么会有这样的反应 可皇上是当初外祖父挑出的人选 所以猜得要赶紧拨乱反正 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 另立新皇 而霍光在取得众人共事之后 先让人看紧刘鹤 不让他亲身 随后报告太后细数刘鹤罪状 等太后首肯 霍光就取下刘鹤应授 然后送他封宫 利用太后赶我走 霍老家伙的动作挺快嘛 来人 把他带走 回 我是皇帝 我成了27日的皇帝 我是十字一切的皇帝 可是昌翼王的两百多个亲信 霍光也做了非常严厉的一个举措 就是先派这个张安氏 他用他的乙邻君把这两百多人 全部都看管下了赵狱 那最后就把这些人杀了 其实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看说 这两百多人其实不是笨蛋 也不是说胡闻狗友 当时被杀的时候 因为在世界上被杀嘛 很多人围观就喊一句 当断不断 是还受期断 这句死前留言是什么意思 难道真的另有隐情 史书记载 刘鹤从登机到被废 只过了短短的27天 却做出1127件荒唐式 平均一天得要做42件才够 刘鹤拿来那么多美国时间 那么其实他带着这两百多人来 对霍光来说 霍光是很紧张的 因为你带了两百多人来 什么意思呢 百明论就是要来争权夺利 于是他认明自己的旧城安乐 为常乐公委位 霍光知道来者不善 这个职位可不得了 是掌管太后寝宫 常乐公的宿位 而刘鹤让自己人担任这个职位 等于是控制上官太后的一举一动 如果霍光不处理 下一个矛头很有可能就是对准霍光 你说霍光怎么忍得下去 如果说刘鹤被废事有蹊跷 一千多件荒唐事可能是捏造 那么他在历史上昏庸的形象 会不会也是作假 近年出土的刘鹤墓葬 出现了画有孔子圣像的镜霞 一旁还写上了孔子的教会 一个荒唐舞蹈人 总会摆个镜子在这边 时时的还写一些比例 自己的画在里面 而宋代大文豪书东坡曾经评论说 我认为刘鹤的属下 一定有想要扳倒霍光的人 事情才会东窗事发 导致刘鹤被废 未必是因为刘鹤行径荒唐所致 霍光简直把刘鹤当成免死皇帝 不好用就换掉 下一任皇帝汉宣帝刘病已 是怎么从霍光手中夺回大权的呢 请继续锁定现代启示录 欢迎回来 霍光废触刘鹤之后 发现他有许多的党羽 很有主见实在太难控制 下一任皇帝务必要避免 再度发生一样的状况 霍光就想到了当年的巫谷之祸 废太子刘具的长孙刘病已 他刚出生就被牵连下狱 等于是在牢里长大 即使后来获得平反 可是出狱之后依旧流落民间 虽然是有皇室的血统 却等于是平民出身 对公平权谋一概不懂 想必会对全臣霍光为命是从 霍光的如意算盘能够顺利吗 请看资深记者蔡真如 郑文德的深度报道 刘鹤被废 我要当皇上了 什么 我要当皇帝了 那么现在霍光只好把这个病已找进来 那么病已的年龄是十八岁 比这个汉昭帝小了三岁 看起来也还可以控制 而且他的辈分更低一层了 那么这个上官皇后就变得太后级了 所以这样子以辈分来说也是可以的 二来是因为刘病已至小在民间长大 岳父徐广汉只是一届小官 没什么政治势力做后盾 容易摆布 如果霍光要找一个听话的傅蕾皇帝 刘病已是再适合不过了 侯爷 我刚去祭拜完先帝 并认先帝为祖父 现在理应到太皇太后那里去参见 经过一次失败的投资 霍光继取教训 选择当年因污补之祸或罪 在民间赏大 没有人脉 没有势力的刘病已继位 刘病已五岁时 因天下大色被放出狱 既养在曾外祖母家中 刘病已聪明好学 没多久就通小如家经典 而她平时也喜好游侠 gieslify 逗鸡走马 这些经历 让她日后能体察 民间疾苦 skincare 有死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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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汤池长大的皇家子弟 他更懂得察言观色 直到想坐稳皇位 千万不能得罪的就是霍光 那么他跟这个皇帝一块坐车呢 前去祭祀太庙的时候 你这个汉宣帝就感觉 盲伺在背 就是说如坐针针 因为有这么样一个 全臣在你旁边 甚至于不只说 你的手上的军权 甚至于你的性命 可能都在霍光的手上 所以成语盲伺在背 就是这个汉宣帝 跟霍光同车时候 汉宣帝所发出的一个感慨 当时就有人讲的 霍家日后被屠杀 就怎么开始 为什么呢 因为霍家功高震主 不续就是不能够延续下去 让你在宫里当差 就是要你掌握皇上的一举一动 然后回报给我 这你都忘了 还是记得呢 汉宣帝体会到霍光专权 甚至能够费力皇帝 因此他对霍光表面上很敬重 内心却十分忌惮 而霍光本人或许是察觉到 这样伟妙的态度 在汉宣帝登基一年后 叩头请求归正于宣帝 但是呢这个病理你看 他已经十八九岁 他竟然还会做出一个 推辞的动作说 还是一切由大将军来负责 因为毕竟呢我对于朝政来 都很熟悉 所以其实病理啊 就是这个汉宣帝了 他是一个深藏不露的人 霍家的势力咄咄逼人 刘鹤之所以惨淡收场 就是因为跟霍家硬碰硬 而朕的势力 现在尚未成气候 所以只能表面上迎合他们 好让他们对朕不设防 汉宣帝真的是一个 叫他往东不敢向西的 傀儡皇帝吗 一场因为历后 引发的政治角力即将上演 爹爹 女儿觉得 是时候让皇上册封我为皇后了 其实汉宣帝在民间时 早就娶了玉立许广汉之女 许平均为妻 还生下一子刘氏 婚后两人互相扶持 间谍情深 但如果要让她当皇后 可不是汉宣帝自己说了算 那霍光为什么反对呢 霍光当然他很想立 自己的小女儿为皇后 这是第一个主要原因 第二个霍光也提出一个理由 他说这个许平均出身贫寒 你看他的父亲徐广汉 就是一个夜庭的小丽 我知道你有理想 你为百姓着想 我为你感到骄傲 如果 你有一天觉得累了 想过回原来的生活 我和虎儿 都会毫不留恋地随你而去 既然权大势大的霍光 都反对封许平均为后 群臣当然也不可能赞成 汉宣帝更不好 明目张胆跟霍光作对 当时朕就在想 如果那时手中能有一把剑 必定可以像大将军一样 披荆斩击 许阶瑜知道了之后 偷偷地攒钱 为正买下了这把剑 汉宣帝其实很顾念许平均 但又不好明着反对群臣意见 只好下了一道诏书 说是要找以前 自己在命间的一把顾剑 言外之意 是说自己非常顾念旧情 大臣们心领神会 本本改变族意 上奏请封许平均为后 本使元年皇帝下诏 封许节于为皇后 赏叶明珠 杨枝白玉 金银发簪 蚕丝绸缎石匹 钦此 而且这个许广汉 过去还因为犯过一点小错 他被判攻刑 那我们都知道 如果你的女儿被立为皇后 那这个父亲就要被封为侯爵 他受过攻刑啊 他怎么可能被封为侯爵 汉宣帝觉得 好 那就不封为侯爵 那我们降一集 就把他封成了昌承军 所以这样子等于大家各退一步 这事情看起来是间谍情深 这个寻找顾见 他其实就是反过一致说 我告诉你过风 我听你的政治没有错 但不是什么意思听你的 许平均最终被立为皇后 可是后卫只有一个 有人欢喜就有人愁 霍光的妻子霍显 看到女儿煮熟的皇后宝座飞了 一气之下竟然负责手段 你要记得 若身体感到不适 立刻传太医 还有 你现在怀有身孕了 可不能随便出宫 要安心地留在宫里休养 刚好就有一个机会 就是许皇后又怀孕了 这个时候呢 过险了这个险妇人 她就找了女医 纯女眼 利用这个皇后分娩的机会呢 就把这个皇后也不害了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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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宣帝悲痛不已啊 将所有诊治皇后的御医 通通都抓到监狱里问罪 霍显唯恐 纯女眼 把事情供出来 将事情告知霍光 史书记载 毒害皇后霍光事前不知情 也没有参与 直到事情闹大了 霍显才不得已向丈夫坦白 霍光听了之后震惊不已 她陷入左右为难 是该大意灭亲 还是保住妻子 霍光听到之后惊呆了 原本是想要自行举发 但又不忍心让妻子被治罪 于是她批示审案官员说 那汉宣帝不敢得罪霍光 只得忍痛下诏 释放纯女眼 同时宣布 不再追究许平君死亡原因 可是不追究 并不表示汉宣帝忘掉了 所以汉宣帝呢 一直把这个事情记在心里 而且汉宣帝 他只是现在 不要对霍家下手 因为霍光毕竟还全大四大 所以这件事情 暂时看起来平息 其实他就是茶狐狸的风暴 已经被除掉 接下来只要把他的女儿霍成军 推上后卫 再生下太子 那么即使有一天他不在了 霍家的权势也可以顺利地延续下去 而这个计划最大的关键就是汉宣帝 汉宣帝现在正在韬光养晦 看似对霍光言听计从 但杀妻之仇是报还是不报呢 请看资深记者蔡真如 郑文德的深度报道 臣以为后宫不可一日无后 徐皇后已过世许久 臣恳请皇上尽快立新后 以安定后宫 徐皇后前脚才刚被堵死 霍光后脚就把女儿霍成军送进后宫 汉宣帝将她封为劫余 第二年正式策立为皇后 两人感情相当好 过了好一段甜蜜时光 只要霍成军能生下龙子 我家就能持续显赫 可惜的是 是以认为霍成军 迟迟无法怀上龙肿 皇上很清楚 霍光才是操控整个朝堂的人 霍光今日的势力以难治好 他日霍成军有子之时 皇上就真的拿他没有办法了 那为什么这样呢 其实我可以猜得出来 汉宣帝心中有想法的 他不让霍成军有孩子 为什么他知道霍成军 是仇家的这个女儿 汉宣帝防着这一点 就怕你怀孕生出了龙子龙胎之后 以后怎么解决 更重要的是 万一霍皇后生下皇子 以霍光在朝中的影响力 这名皇子必定被封为太子 将来大汉恐怕就变成霍家的天下 就在汉宣帝的忍耐快要到达极限的时候 终于西元前六十八年 霍光定重逝世 大人 你怎么了 大人 大司马 大司马 快来人了 汉宣帝他要开始对霍家动手 动手的方式其实很简单 一个大原则把霍家的子弟兵 包括这个霍光的门生故隶等等 霍光的儿子霍宇啦 还有他的侄孙 也就是霍去定的两个孙子 霍山霍宇 把他们通通架空 武将变文官 中央变地方 朕听闻 近来河溪水患频繁 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朕就命你前往山西 近封为乐平侯 臣遵旨 而群臣百官想要觐见皇帝 也可以独自往来 不必世事都经过丧书 如此一来霍家干预政事的权利 几乎都被架通 夺回兵权 名声暗将 只是汉宣帝计划的第一步 隔年西元前67年 他把许皇后 当初在民间身的长子刘氏 立为太子 彻底断了霍家 想夺得太子之位的希望 据说那个险夫人气得吐血 因为他觉得如果他当了太子 那将来我的女儿 即使生了儿子 那也都没有皇厨的地位了 所以当时险夫人的理由就是说 这个孩子生于民间 他身份非常卑微啊 凭什么立为太子 父皇 刚才内部明明可以上前一大步 您为何指手不公啊 你没有看到 刚才这是太傅的诱敌之计吗 因为当时霍贤一直希望 自己的女儿能生出籠子 这样的话那个霍光急去世 霍家依然能掌握权势 所以当时的这个霍贤觉得 一不做二不休 就告诉过程军 毒死这个太子的游士 火儿 这么用功啊 太夫布置的功课很重 儿臣要日日做功课 真听话 霍显玩来玩去都是同一招 汉宣帝早有防备 霍皇后毒杀太子失败 接下来就轮到汉宣帝继续出招 既然军政大权都已经收回 他干脆直接摊牌 说早就知道当年许皇后 命案的真相 给霍家致命一些 这要等霍光被朕打赢圣仗 要等霍光得到报线 要等你们霍家的势力 再也无法威胁到朕 为此 朕整整等了三年 霍显知道 皇帝是不会放过自己的 所幸一不做而不休 连过儿子霍与照办 可惜汉宣帝早有准备 霍家还没来得及启示 就被汉宣帝一网打尽 霍家是满门操展啊 被霍家租连惨遭租灭者 也多达四千家 这些年来你对我的关爱 还有宠幸 全都是假的 在朕的心里 永远只有一个女子 那就是许平君 没有我 没有我爹 没有我们霍家 你坏是今天的皇上吗 那至于说霍光那个小女儿 虽然说贵为皇后 她也没有生下子嗣 而且她后来就等于打入冷宫 把她赶到那个上林院的招台宫 那么十二年之后 她也自杀了 七元前六十六年 全清朝野的霍氏家族正式陨落 但汉宣帝对已逝的霍光 却还是相当推崇 除了霍光的确为 朝宣之志奠定基础 还有更深一层的政治目的 因为自己流落民间 皇族的身份是霍光认证的 而她继承的是汉昭帝的地位 这只是中法上继承 如果自己不遵从霍光 皇位合法性将会引发争议 弄个不好还有可能丢掉皇位 所以她对霍家再怎么不满 也不能推翻霍光的贡献 只能抱着霍光的牌位 继续做表面功夫 继续做表面功夫